大埔廣福村日前發生一刀劏土的桃色血案 警方在星期日晚拘捕了一名涉案的48歲男人 自星期一凌晨時分 警方帶同疑犯去到大埔舊水徑基地行人隧道一帶搜證 又用鋁梯爬上行人隧道的頂部 搜出懷疑兇徒行兇時穿的衣物和一把刀 警方將證物帶返警署調查 案發於9月24日 一個52歲姓樓的失婚女人近日在場情關 懷疑惹起早前分手的男朋友不滿 期間兩個人多次為感情和錢銀瓜葛吵起上來 有人懷疑不甘心人才兩失 於是帶了把一隻長的利刀 在女事主廣福村廣二樓的家裡埋伏 趁她出街時就撲出來一刀劏土 女人當場吐破搶樓重傷 而胸就走掉了 女人目前還在醫院留意情況嚴重 ONTV東方電視記者周文尼不得 有很棒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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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我還會看到